为何蔡冰不让朱婷首发 中国女排在6月11号 将会正式打响香港站的比赛 随着在这一次的比赛逐渐临近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最为关注的问题 那就是朱婷到了香港站比赛之后 到底能不能够取代王云露 吴孟杰这些球员 和李盈盈联手首发 还是说和此前比赛一样 接下来继续被按在替补席上 没有办法登场 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看一下 之前蔡冰接受采访的时候 点名提到朱婷婷的能力问题 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官 没有有什么动作 首先在此前 决战意大利女排那场比赛 蔡冰让指朱婷上去发了一个球 对此很多球迷自然怀疑 蔡冰冷落朱婷 不重视朱婷 实际上情况或许根本不是如此 在朱婷回归中国女排之前 蔡冰曾多次点名提到朱婷 特意给她保留球衣 还一直强调中国女排的大门 随时向朱婷敞开 后续确定朱婷将要回归中国女排之后 蔡冰接受央视的采访 特别强调 朱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攻手 她的回归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意义非常重大 可以提升球队的实力 会为球队做出很大的贡献 从蔡冰过往的表态可以看得出来 她完全知道朱婷的作用 知道朱婷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对于主教练蔡冰而言 她不可能一直冷落朱婷 最近的几场比赛中 之所以一直没有让朱婷首发 只有一个原因 蔡冰希望保存实力 在第三周的比赛绝地反击 打败保加利亚和德国女排 这两个对手拿到门票 而且从场下的交流可以看到 蔡冰和朱婷沟通 没有任何障碍 两个人有说有笑 完全不像是那种 有矛盾的感觉 如此看来 相信蔡冰接下来 会给予朱婷 更多的首发机会 再者说了 最近除了很多球迷 关心朱婷的首发问题之外 包括国家体育总局 以及官方媒体 新闻晨报 都在最新社媒做出表态 首先 最近有球迷向国家体育总局 举报要求严查蔡冰 质问她为什么要弃用朱婷 后续国家体育总局 非常仗义 直接在官网回复这位球迷 并且表示 会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看到这个动态后 中国女排教练组 估计会倍感压力 如果后续第三周的比赛 继续不让朱婷首发 一旦输球 他们得承担全部的后果 除此之外 最近新闻晨报 还在他们的社媒 发布一篇长文 质问蔡冰为首的 中国女排教练组 为什么放着朱婷不用 为什么不敢用朱婷 要求蔡冰 他们必须给出 明确的回应和解释 很显然 如今外界种种迹象表明 大家都非常期待 朱婷第三战比赛首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主教练蔡冰而言 本身她就看好朱婷 后续比赛 更加不可能再冷落朱婷 不妨再让子弹飞一回 相信第三周的比赛 蔡冰和朱婷 会给球迷带来惊喜 再说